长梗组不排便怎么办 我爸从2018年10月第一次做结肠癌手术 2019年6月做肇漏还原手术 2020年8月1日做小长梗组手术 做病理发现是小肠癌 两次各做了两次化疗 今年5月又出现耿阻现象 上医院保守治疗 输液11天吃了一些东西 回家后大约一周又出现耿阻 不愿意再做手术采用中医按摩 后来感觉效果不好 接触到原始点 买了正规的姜片和姜粉 一开始用量太少 10克20克 直到7月2号姜片加到100克 红参加到50克 晚上开始第一次用姜粉按推腹部 决定以后每天两到三次按推 他体力越来越差 现在自己走路都有些摇晃 体重也下降很快 肚子上起了一个大包 总也下不去 像每天姜粉泥灌厂两次 我爸现在总感觉肚胀 不排便 下面付腹部照片 照片是7月1日拍摄 想知道怎样尽快 让肚子大包消下去 新加坡团队答复 西医是从果治病 以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 即组织受损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其检查的结果不是疾病之因 也因如此 疾病无法根治 反反复复 身体也就变得越来越虚弱 而且西医治疗往往会对身体造成极大的伤害 而原始点则是通过改善身体的因 使身体恢复正常运作 提升体力 免疫力 自愈力 让身体自行修复 以达到解除疾病之因 让患者重获健康 同样的 肚子肿胀 也是果 非疾病之因 也不是诊疗对象 从叙述中的症状 它体力越来越差 走路都有些摇晃 体重也下降很快 极为重病 重病多数患处体伤所致 表示热能严重不足 处理上应以外内热源为主 按推患处 即配合其他保健方法为复 重病处理 首先是保密 其次才是解症 外热源 即按推 您可先用红豆袋 或红外线 温敷上下背部 即间追原始点 等肌肤温暖后 把姜粉泥 直接涂抹在 上下背部 即间追 再配合按推 上下背部 即间追原始点 至姜粉泥干掉为止 按推位置 必须精准 力道 以患者能接受为宜 如此处理 可重复二至三回 腹部也用同样方法 温敷后 再把姜粉泥 直接涂抹腹部 再配合按推腹部 请参考张医师手法演示 万古法 腹部按推视频 处理好 处理后 用保鲜膜 包裹身体 再配合红豆袋 或红外线温敷 使姜汁温热药性 能充分发挥 包裹前 加厨房用纸 帮助吸收水分 使了摇换 保持干爽 维持长时间温敷 但热度 必须使患者能接受 感觉温暖 舒服为宜 另一方法 是姜泥 直接涂抹在老人 防漏护垫上 直接包裹腹部 省略纸巾 即保鲜膜 内热源 因你父亲 已出现不排便症状 如果姜粉泥 也无法排出 此时 可以考虑使用 浓姜汤灌肠 一天可多次 以加强温暖腹部器官 请参考手册 重病处理篇的内热源 用姜灌肠 了解细节 干姜片 每日常规用量 则50克到75克 上限150克 服用方法 是少量多次 小口温热吞服 此数据供参考 必须以患者 能接受为宜 服后 无不适感 每日饮食 必须避开含量食物 以温热食物为主 再配合适当运动 及其他保健方法 为服 请参考手册里的 重病处理篇 如此处理 可帮助您父亲 恢复体力 渐渐地解除身体症状 重获健康 如果目前 对原始点 还不是很了解 建议联系您家附近的 认可原始点 推广中心 寻求他们的帮助 参考案例 一 高龄肠耿主 应用原始点 江汤灌肠 顺利康复 二 张医师手法演示 万古法 腹部食品 他这里回答都是重归重景 那照我们的手册内容来回答 当然就跟我的意思也没有两样 我有什么想法也是都写在我们的书本上 那所以这样的回答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那唯一那个手法 也因为这里重病当然是以乐园为主 但还是要提出手法还是蛮重要 因为患者当然他还是会有一些症状 要靠按推 那按推他也有提出就是看视频的手法 所以大概应该都已经有面面俱到 那我就不再回答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